嗨,大家好,我是Frank,欢迎大家回来 今天分享的是铺第二块水泥和铺第一块攒下的经验 怎样快捷方便 接下来正常的处理一下地面 为这个铺水泥做准备 砸平 不过经过这次的经验觉得砸平不砸平 其实也没关系 浇点水就可以了 现在照常的拉过来水泥 这一袋水泥是上一次没有用完的 就留在后边 用塑料的盖塑料桶罩着 然后这里边有一点硬块 因为在这一个月之间有下过雨 现在呢 祸这个水泥呢 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有点硬块 但不影响 然后结合上一次的经验呢 我觉得应该是湿一点比较好 因为觉得上一次有点太干了 在进行期间呢 这次也在那个土 的表层 先撒下了水 然后让它保湿的时间比较久一点 整体这次做的这第二块水泥呢 比上一次大了大概五分之二 但用的时间确实差不多 所以说呢 这次的速度要比上一次快 这个祸水泥的速度就是我两口子 祸水泥的正常速度 然后两个人 你一下我一下 不是很累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确实有点累了 差不多一分钟左右就可以 祸一袋水泥 如果两个人或者一个人 应该都可以 所以从打开水泥 然后祸好使用 一分半绰绰有余了 这次我们都戴上了口罩 刚开始呢是没关系 后来随着水泥祸得越多 体力消耗越大 喘气也越来越粗 口罩就实在戴不下去了 但是我老婆倒是坚持到最后 照常把不要钱的铁丝网 又铺上去了鸡片 因为已经到了四五代水泥了 现在就铺上这个铁网 然后经过上一次的经验 太干的话太难放了 所以说呢这次就用了 湿一点的水泥 和这个铁网交接处 这样容易渗透 和均匀的摊开这个水泥 我们下期再见 结合上一次的经验开始 在最后要用木板刮屏的时候 现在开始刮屏的地方呢 多放点水泥湿湿的 然后这个木板左右晃动 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用木板货 这是一袋一袋的 货好水泥之后 我们就用木板 一点一点的往下走 因为这次比上一次宽呢 到中间我一个人就够不过来了 所以就和我老婆 她一头我一头左右晃动 然后就比较容易一点进行 然后你看到哪里不足了 实在不好就用这个 一个瓶铲子把水泥刮过去 然后接着慢慢的进行 这个修编的工具最好有一个 这样呢可以让这个缝隙之间 有一定的间距 看起来也比较漂亮 专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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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呢有一点稍微不平 然后呢还有这个多出来的一点水泥呢 我就用这个铲子一点一点的刮屏 其实也不用那么好看 等一下我们还要用扫把在上面做这个条纹处理 为了美化这个边边 所以呢撒了一点水 结果白色的石子露出来 我有提前准备一桶水泥粉 撒在露出白色石子的地方 进行进一步的修复 这样等干的时候看不出石子 还是水泥在表面上比较漂亮 到这里即将结束 喜欢的话请给我一个大大的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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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